有一些家庭他们生完孩子 那孩子都随妈妈姓 有那里 是不是 我们在当下虽然有很多创新 但是中国人有中国的传统 演了几次乾隆的女演 没想到在家里也把自己当成皇帝了 那不可一失的态度 完全感觉不到秦子月是她的妻子 再加上大男子主义的行事风格 不知道她是在哪里树立的宠妻人设 她在做家务的男人中的表现 简直让人惊掉了下巴 甚至有网友说 这档节目应该改名为不做家务的男人 秦子月和月父母做好饭菜再等孽远 三个人把饭菜端上桌之后 还未见孽远起床 期间秦子月担心妈妈饿 让她先吃 妈妈却说等孽远一块吃 秦子月和工作人员先后上楼好几次 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才成功把孽远叫了起来 观察室里的朱丹提出自己的意见 作为妻子的秦子月却解释到 她工作辛苦 睡懒觉正常 宁远还喜欢在各方面不断要求秦子月 从衣服穿搭到炒菜用什么油等等 以及不让秦子月在节目中化妆 节目刚开始 宁远就教训了秦子月一番 秦子月穿了漂亮的衣服 化了妆准备美美的出镜 没想到宁远却觉得秦子月太刻意 并命令她不准打扮得这么精致 最好素颜出镜 秦子月也听话 在之后的录制中 倒是一次妆也没有画过 节目组采访秦子月 作为老婆给自己打多少分 秦子月说120分 接下来问到女儿这个身份 秦子月有些哽咽 她觉得作为女儿 没有为父母做过什么 再加上他们愿意一起帮忙 照顾小家 对老人有些归欠 这时对面念缘的脸上眉头疾锁 显然不认可秦子月的说法 随后又谈到了事业 秦子月情绪越发崩溃了 集合他们婚后的生活模式 想必所有人都理解 秦子月为什么会情绪失控 而宁员却说 不要有情绪 没必要 干嘛呢这是 官场式的李旦都忍不住笑了 秦子月一次次的委屈求全 让无数网友替她都感到委屈 也有人说 念缘肯接受跟岳父母一块住 并且一人赚钱全交话 说明这个人也是有长处的 网友除了表达对念缘的不满之外 也表示秦子月也有问题 她对念缘太过唯命失踪了 没有工作 全职家庭主妇的她 一切都是以念缘为中心 她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与主见才对 有一次 念缘表达了自己想尽快要二胎的想法 她比秦子月大九岁 她表示 生二胎要扫生 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而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伴 这句话是没错 但是秦子月却保持沉默 可以看出 她是不太敢苟童的 念缘就凶丈母娘 你女儿不愿意生二胎 随后 丈母娘一句 等她身体养好一些再说 才让念缘消停了 而这句话 也让秦子月很感动 你们认同秦子月和念缘的 相处模式吗